大家好,我叫穆青 我的演讲会是用中文来的 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听得更习惯一点 如果想要听英文的应该那边有实时翻译 可以用耳机去转到英文 我可能跟这里面很多的大家一样 都是一个Abupilot的爱好者 也是一个开发者 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主题是 怎么样和Abupilot核心的开发者去进行交流 为什么我们要去说这个主题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中国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开发者 但是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专注自己去放在自己这边 而没有去跟更多开发者交流 其实我们想让大家知道有很多的渠道 可以跟这些核心的开发者去进行交流的 所以今天我就要去讲这个主题 那么首先我讲一下说大家 什么时候会想要跟开发者交流 或者说跟开发者交流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想要增加一个新的请求 新的一个功能到我们的Abupilot核心的代码库里面 比如说可能某个厂商开发了一个新的传感器 或者一个Slowpan或者是其他传感器 那么想要我们的开发者去做这样一个新的虚动的增加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开发者交流去请求他们加入这个功能 那么第二个呢是加入到开发者的队伍中 我们这个可能对很多年轻的代码的软件开发者是有吸引力的 他们想要直接的进入到这个代码开发的过程中去做这个 能够改变更多的一个飞行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这样作用 对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我们很多人在设置无人机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Abupilot虽然说功能很完善的但是它有很多种畸形 所以你想要进行设置的时候难免的会碰到一些麻烦 你想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功能或者是另外一个模式 什么的会有不同的一些设置的方法 所以你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 一些有时候无人机不能起飞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找开发者进行一些交流 为什么我的无人机都设置好都是根据教程来的 为什么没办法起飞 对这样子所以你需要去找开发者 那么另外一个第四点就是我们想要去 可能我们在飞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潜在的一个bug 就是代码中的一个问题 那么怎么可能发现一个bug 比如说你在飞的时候碰到了飞机炸了 或者是磁多盘或者是其他的加速度计 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 那么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传感器本身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代码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在我们的中心代码 或者Github上面提交一个bug 你可以让更多的开发者去查看这个问题 然后给你一些解答的方法 那么最后一个是针对我们的一些使用 Uzopilot无人机的厂商来说 可能需要一些更多的商业的支持 可能你在某一些模式或者某一些飞行的方法上面 需要更多的自定义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直接的跟开发这个飞行模式 或者开发这个商业的这个工作功能的一个开发者去直接的联系 这样的话你就需要跟他们进行直接的联系 对 好那么讲完了这个什么时候沟通呢 我们去讲一下一些沟通的前提条件 那么这个是就是我们希望说能够跟开发者沟通的人 都会有这样类似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经历 这样的话比较适合或者比较可以无阻的跟开发者去交流 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些条件呢就是 首先你亲自使用过这个Uzopilot无人机 对这个无人机的整个操作有一定的了解 你知道这个你想要什么东西目前的问题在哪里 这样的话你跟开发者去交流更好的交流 因为开发者都是一个技术为主的一个交流的方式 那么另外对固件代码有一定的经验 可能你想要提交一个bug或者是想要增加一个传感器 你可能这样的话你需要一个对固件首先有一定的基础了解 你想要增加的部分应该是放在什么位置 你想要提交的这个东西需要找哪一位开发者 这些东西你可以如果你对固件有一定经验的话 你可以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了解 那么最后一点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 最好是能够有一定的英文的交流的能力 那么倒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语就是语言的跟开发的交流 这个可能相比之下更困难一点 但是有些基础的英文的文字的交流能力 可以进行聊天的话应该是就足够了 在大部分情况上面就足够了 可以在论坛或者是在一些在GitHub上面发一些消息 一些请求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使用 因为毕竟大家的开发这个开源的一个过程都是用英文去做交流的 目前的话GitHub好像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中文版本的支持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用英文来去进行这个交流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比较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们都有哪一些沟通的渠道呢 那么主要是这四个 第一个是阿都开了的这样一个论坛 我们的官方的论坛里面去讨论问题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GitHub的代码库 代码库就是我们核心开发的就是开发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所有的开发者都会在那个地方 那么还有就是每周的开发者会议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就是其实阿都开了每周都是会有一个开发者的会议 具体的我等一下会在这个slides里面介绍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GitHub GitHub也是一个实时的聊天的一个频道 那么也是一个开发者去进行实时的沟通 说你这个代码他们沟通这个代码的改变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通过聊天的方式去更快的加快这个代码的改变进度 因为GitHub的话主要是以发帖的形式去做的 这样的话这个速度可能有时候没有实时的聊天这样 这么的方便这么的便捷 OK那么首先我介绍第一个就是这个阿都开了的论坛 那么这个论坛主要的目的是它是一个官方的用户的论坛 它在里面这个discuss.autopilot.org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网址 那么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发布一些实时的软件方面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像这个Brandy最近刚刚发布的这个AutoCopter 3.6.0 这样一个测试版本的一个固件 那么它就是它会在这个论坛里面的这个block这个板块里面 发布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同时这个论坛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小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Copter的部分它就会讨论主要就是那个Copter的一些问题 多选意的问题 还有固定意的部分就会讨论固定的问题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用到这个论坛呢 主要就是在用户在做设置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无人机没法起飞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上面发一个帖 去到你指定的一个小的论坛分论坛里面去发帖 然后去询问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很多的用户和开发者去做这个回应 有时候可能问题比较简单用户就可以解决了 那有时候问题比较困难可能会 会有一些开发者就会去回答你的这样的问题 对那么在这里面你可以问不仅仅是软件方面的还有硬件的 地面站这些都是在这个分论坛里面有做到可以做这个问题的 OK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就是Github 就是刚才Tom主要讲这个Github的使用方式 那么比如说你在使用这个AutoPilot的过程中呢 发现了一个Bud或者你想要做一个新的请求 你想要像是下面这个例子里面 你想要增加一个新的传感器 ICM的2098 或者是你发现在2098这个不工作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Github里面的 issues这个问题这个栏目里面的提交发帖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开发者进到这个问题里面 然后去查看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般情况下 主要的开发者会去 会让一个开发者去做这个 去负责这个任务 然后去做这个感情 如果这个发现的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 这个是有利要去做感情的 那么Github的主要使用方式 刚才Tom已经介绍了很多 所以我就不再去做更多的介绍了 然后呢 这个是每周的开发者的会议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每周都会很多的开发者聚集在一起 进行这样的一个会议的方式 去讨论更多的问题 那么这个讨论的地点是在什么地方 它是其实在一个Mongo 这样一个服务器上面 它的这个Mongo呢 可能有些人拿来用来打游戏 这样的话实时的交流很方便 那它同时用来我们的这个开发者之间的交流 也是非常方便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那么它的时间是每周二的早上七点整 或者北京的时间 对那么其他的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呢 是可能对我们来讲是有点早 那么在其他的澳大利亚或者是美国 是一个比较正常一个工作的时间 所以他们是选择了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里面呢 他们讨论的内容主要有哪些呢 其实是包裹了非常多的方面的 比如说新的代码的合并的请求 比如说在Github里面呢 可能有一些问题 他们觉得没办法直接通过发帖的方式去讨论清楚 那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给一个LABEL 就是一个标签 说是这个东西我们要在这个 这个development core 就是这个开发者的会议里面去做讨论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这个被LABEL了之后 就会放在下一周 接下来的这个开发者的会议上面 然后开发者去仔细的进行讨论说 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个功能 还是说这个代码的某一部分 还需要再进行更多的改变 才可以被merge 被合并到我们的主要的这个master里面去 对所以这个会议呢 大部分的核心的开发者都可以参与 都会参与 那么同时也不限于说 一定要是有开发的 开发过或者是有merge过的人 才可以参与 所有人只要连接上了这个mamo的服务器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 你可以不说话 你可以只在那边听 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建议大家去连接到这个上面去 去做一些去听一些 或者是至少参与到这个会议里面去 对 那么这个这个mamo的话 它是一个APP 一个网的那个这个应用程序 或者你在电脑上面也可以下载 它在mac或者是window上面都有知识 你可以安装之后呢 你连接到这个mamo.atopada.org 这样的一个服务器的地址里面 然后端口是这个65535 连接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见到它里面是有很多小的一个分论盘的 然后在它的有一个分论盘的名字叫做Development Corps 就是开发者的会议这样的一个分论盘 在每周二的上午7点的时候 开发者就会自动的聚集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点进去就可以听到他们的讲话 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发表一些意见 ok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频道是gitter gitter呢它是其实是一个主要是一个通过聊天 通过这个文字构空的这样的一个频道 那么它这个gitter频道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主要是做开发者之间 进行交流问题讨论技术问题的一个地方 那么它不是用来做一些用户的设置方面的问题解答 对 那么它这个里面呢 更加的专注于核心的一些开发的内容 比如说MissionPlan的地面站 它就有一个分的一个小的一个开发群体 它在里面会进行实施的讨论 比如说现在更加比较专注 比较AutoPilot团队比较专注的一个GPOS的 操作系统的这个开发 还有UAVCAN的这个开发 都会在这里面进行一些实施的讨论 你登录到这个里面 注册之后呢 就可以用Gita的帐户去注册这个东西 然后注册之后你就可以登录到里面 然后可以订阅到他们的内容 然后它的实施的内容 会定时的发送你E-mail到你的这个到你的E-mail里面去提醒你说又有多少的多少个消息已经 已经出现在这个内容 所以你可以再点进去看 那么平时你也可以自己点进去实施的参与到这个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关注到说他们在讨论和哪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讨论其实都是非常开放的 就是不会有开发者 一般不会有开发者去就是隐蔽一些问题 然后再去到最后才去把整个方案给解决 给提供出来 他们一般都会实施的把这些问题讨论出来 然后再在这个上面实施的去讨论解决方案 对 OK 那么最后一点我要讲就是这个商线商业支持这一块 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商业的合作伙伴 比如说你可能开发了一款非控的产品 或者是可能想要用我们的AutoPilot去做一些行业的应用 比如说测绘啊或者是巡检 电力巡检方面的应用 那么我们欢迎你们成为我们的商业支持的合作伙伴 那么成为这个商业支持的合作伙伴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Common Commercial Support 这一个网站呢 可以看到说我们的一些基础的要求 那么其中一个要求是 我们可能会需要像请你们捐赠我们AutoPilot团队一千美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那么捐赠完之后你们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 那么这个合作伙伴的主要的一个 它的这个Ventalfree这个利益在哪里呢 它可以定期的参与我们每个月举办的一个开发者的合作的开发者的合作会议 那么在这个开发者的合作会议里面 你可以直接的和我们的开发者去进行交流 当然这个开发的合作会议也是在这个Mambo这个服务器网站上面进行交流 所以开发的成员都是用英语交流 所以也会需要说你们有一定的英文的基础能力去进行这个交流 那么在这个开发者合作会议上面呢 你们就可以讨论说你们所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想要达到一个功能是什么样的 那么开发者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就是你可能需要增加什么样的功能 需要增加什么样的模块软件方面的某些函数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可以和开发者之间联系上 那么接下来你们之间的沟通可能可以更加的更加的无阻力一些 对那么我们是非常的欢迎也非常希望说更多的合作的厂商 让更多的无人机的厂商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过程中来 成为我们的这个商业支持的一个合作伙伴 因为我们相信说有很多的合作厂商都听说过 或者说使用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软件 所以我们希望说更多厂商 虽然说我们是开源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 我们也欢迎你们的使用 但是也希望说你们在使用这个觉得好 觉得说它能够从中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之后 能够给我们贡献回来一些更多的力量 或者是软件方面开发方面的力量 或者是资金方面的力量 对那么我们希望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获得商业支持的一些目的 好 那么我的主要的演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